你看文章的第一张课 下一件到委屈的时候就说上来了 指数跌幅不大 但是你也找不到低点 序列不是规则 因为你要是规则的话太多了 几乎每天都有序列 小楼器 中楼器 大楼器 这个指数是点对吧 序列也序列这个地方 因为序列它不是规则 从上的指数的角度来讲 这些都不会有 因为动画消失之后 就不会再有 所以本周有结构的一大 其他的指数现在有 那它也不是标的指数吧 结构结构 指数之间的指数也算好 这边有志愿问的 这指数之间 其他地方不好的这个问题 因为上的指数如果没有就不算好 好吧 其他的指数它也不是标的指数 上的指数有其他的指数 没有就还好一点 下周的下半周之前很难形成 确定好的基点 今天金针探底回调到位 老狼十一 什么叫金针探底 什么叫金针探底 然后在最低点的时候说你说回调到位 然后回事的时候我说过来了 还好是吧 你就看到了金针 然后说金针探底 你说我是新国安的你 看到了回调到位 所以说回调到位是吧 我看再两组和签线探底 签线探底 签线探底呢 我们昨天也提到了 如果在下的话呢 会形成 较大的策划 这个策划其实也很高 策划的级别很大 1.25 策划的级别很大 那你只能看它是反弹的吧 看能说什么 那这个呢 我们今天有看的啊 就是假如说这个地方形成 总把它的增换级别吧 就因为它这个df值啊 只要距离前面那个地点 差了不利用 增换级别吧 但不算指数之间的协调性好 协调性的角度来讲不算好 好吧 算完结束 算完结束呢也是啊 听众下个底部的增换 是吧 这个增换的级别也比较大 大家这个合理性的 你早上我指贴不代表这个指数 在这一定见底 早上我指数指贴啊 后来三百元日向的增换消失之后 日向 进行之内就没有了 三百五元也出一个加副的过程中 这个增换呢 这个日向增换利用 但是呢比较脆弱 比较脆弱 只指的是后来二十 差不多三个吧 目前的数据三个两个小时 所以它前面结构 这个算是没有 目前来讲出于一个 我们暂定是 从这为起点 然后再有成为起点 第二三的三浪下界 后面还有一个四浪的反差 然后一个五浪的反差 五浪的下界 如果有结构的话稍微缓一点 三浪的低点来讲 这个地方是没有结构的 那么 后面大概率是有四个五 整体呢我们仍然看到是二 这下来仍然是二 然后呢就算这个地方有四个五 那二浪末期的判断难道不对吗 难道不能判断二浪末期吗 今天有学员都在这个门子这里说 可是你不说它是二浪末期吗 怎么现在又是三 后面又缩成五的 所以今天收盘的时候 也得再说一下 为什么看它缩成五 就算有缩成五 那不算是二浪末期吗 看它跌了八十天了 还差了一几天 还差了一几天 对不对 下面的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还就连续接着五个点 不能为了做贴折做贴折 因为了 你刚才大家说 你说五个点贴折 差不多1.2 1.751.8那样 你只说这三天可能是跌了 已经超过几个1.8了 对不对 那不就就成黑吗 是吧 你要为了做贴折 做贴折 还有什么问题吗 年初的时候有个3150点就要支撑 现在还有效 年初的时候3150 你也想被听过了 你也想被听过了 我怎么得出来的3150 如何得出来的3150 3.1特别是多少点 你能不能记得吗 你确定说了3.150我是不记得了 这个3.1特别不是3 3018 3018 这个3018 除了护纸和伸 护纸和 伸伸300 那我看这些样的问题 一达四大指数多重其几个定化 为下中正1000和科创50 不要考虑中正1000和科创50 一旦多指数形成几个结构 小短谷被理反弹 他就该得很大的 宣传者创业板指数就够了 对吧 考虑你多了嘛 利不大 但是标的指数就是标的指数 你不能说小短谷什么科创板 这个这个 这几点吧 创业板指数这几点了 然后你就觉得应该加弹了 对不对吧 因为逻辑吧 是吧 所以我们既然选择了上这图作为 标的标的标准 但是他没有 那些短期时间不会有 我们不会因为其他的指数出现了 在结构的地点 已经满路了 OK 好吧 我刚才说的 是第一段 今天的课第一段 我就说了这个问题 诺别说了这个问题 难道你还有什么不灵的呢 可以参考一下 不参考 我们只看上个指数是为了解决交易的标准的 唯一值问题 参考个PE 如果我们参考那唯一值的问题 不就解决不了了吗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想摆 你认为这个位置低 你就给自己找一堆理由 就想买 自己又自己又没信心 加上 还想让我 对吧 给你个肯定的信号 这个可以买 这不行的 老师减 减 正常减 老师啥都明白 你说对不对 他自己在找买 然后呢 就说了一遍 我说不行 没有说一遍 我说不行 好 我我这个 这么说的不明白 是吧 我说不行不行 我说是 张警哥解决了一折一折 这些事情不好 做一大堆不明白 现在明白了吗 我参考个屁 就明白了 你说对不对 这个都明白了 参考人们参考 我发现你们挺跟我 我觉得我都那么脾气 火光我生气了 你又不是我 他脾气了什么呢 想说到底上来就是这样 一点都不兴趣 就是我跟他讲话 按照常理的跟他说了好多遍 没听明白 那好了 我用这简单粗糕的帮助给他讲一遍 就明白了 就这么回事 成本的屁 怎么怎么这么回事 这下才 我脾气包 我心里有几页什么的 就是我不想 就重复获达解释了 是吧 关键没有 这些很难出现在结构的地点 这个地方如果有几点的话呢 可以按照一小一点 按几点 按照不出 确实性 确实很难用 前段时间要抛底的时候 你说 你拉几顾现在 比起结构上的领数 更少低点就可以出手 是否当时上领数在长期趋势之上 所以可以考虑 现在在长期趋势之下 也不考虑 现在也查过来一点 如果现在上领数有索 当中结构的几点 在趋势之下也可以考虑 问题关键就是在于结构到趋势的距离 对不对 根本在上的下没有关系 首先上的只构 上一次买入这个结构 有结构 趋势为王结构中边 那是不是符合买入规则 对不对 是不是 现在没结构 趋势之下没结构 你想买 请问他符合哪一条买入规则 符合哪一条 那你是趋势为王结构中边的交易规则 合物呢 他跟趋势上下就差关系 他连有他都没有 对不对 如果现在这里有结构 我们去看看结构形成到趋势的距离 也不是今天说的吧 昨天想想吧 现在我们谈到这块的时候说 我说60分钟结构现在也没买 因为到趋势的距离还比较近 是吧 60分钟都行 那90分钟行不行 182分钟行不行 60分钟90分钟182都没了 现在你凭什么买呢 对不对 这跟趋势上和下有什么关系 对吧 有不参考吗 不参考 我让这老师我也生气 我没生气 因为讲课的一种方式 你这不是精神变了吗 你又不是我 你凭什么说我生气了 说我什么脾气暴躁了 乱把气包了 你精神变了你 我没有什么脾气暴躁了 你不说我 对不对 你又不是我 你这一天是一天 你怎么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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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啥问题吗 有没有一种说法是调整三浪熊市才走什么 调整三浪熊市才走五浪 不觉得呀 不觉得 你说的意思我能理解啊 调整的时候走ABC 下跌的时候才走一二三四五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ABC的C里面的一二三四五 好不好 不觉得这样 老师没想起这是托尔克 不是 就是正常跟他解释不清楚的时候 就粗暴一点 好吧 该生气两个事没关系 原来粗暴之机 看来都说我们的风格了 然后有些人就老了一个人人是吧 就认为我生气了 我说我没生气 我说你又不是我 他说你又不生气了 那这样的我就我就又想给他简单粗暴一点 然后想要算 他都能不能别人 但是呢 就是说我为啥时候就想那个人 他都没想简单粗暴一点 那个人他就想给自己找个折 他就想要有交易 后面一个人 光于我生不生气的时候跟交易没关系 我就上上去的 被一个进去吧 那他就想给自己找一个想往里买的这个人 你说我是不是比简单粗暴的对待点 我这个是不是跟他说清楚吗 别的交易上总是特别的主管 没 你看我们 这个卖出然后买入 买入不对之后再卖出来 这是不是客观的 然后这次再买入 你不动画这个结构买入 动画消失卖出来是不是对了 咱们没全部动画消失卖 对不对 咱们在趋势过位的时候 还给的趋势过面了 那这些所有的都是有客观理论依据的 这不是说对吧 你谁下落算 想不卖我们就不卖 没有这事 另外这个地点呢 其他的指数 传承指数 我又不是没看到 我今天别读给你解采 我又不是没看到 他都说了这个事 他不是这个标记指数 不存在买入条件 所以变得不懂 说两遍你不懂 还让我参考他 参考个屁 不算了 没那先工作 还给老师摇了 谁摇了 我没测 有些有点咳嗽 然后家人 没测 你说咱们的操作 完全都是普通规格的 你让我参考 OK就是说什么 我如果没看到 行 我都把图结给你了 我能没看到吗 我们是不是说 这按照保守默设计 因为按照的时间太长了 是吧 80天 春节之后 到现在 80天 长不长 一个种子 也太长了 这应该是出于莫名 首先我们先判断2 只要不创新低那就是2 速度又不快 按照这个速度创新低 还得80天 你比方说这个 分分指数 咱不说上讲 双方程度 分分指数 涨了8成天 到目前为止 跌了4成天 好吧 到目前为止 这4成天 80天 这4成天 如果创新低的话 那是不是还得80天 还得目前的速度 是不是还得80天 那这互人330 上的50 这些逻辑不都一样了吗 80天跌一半 你创新低 是不是还得接80天 660点不长 你信吗 660点不长 你信吗 所以说第一个我们判断 它不会持续的下跌 或者说它 创新低的概率不大 只要不上阶级的就是2 好 再把2卷进出来 那么现在目前 二浪跌了80天 时间的长度足够了 然后呢 这个80天的一个长度 如果换成周的话 17周左右 上一波 也就是10月31号 最低点之前的那一波下跌 也是17周 16周 那么好了 我们通过时间的间接的对称 得到一个时间的尺子 对吧 这是二浪的末期 先判断二浪 再判断末期 有问题吗 有没有问题 这是判断逻辑的 啊 先判断2 再判断这个末期 末期是因为什么原因判断的 但是呢 这一波部分的指数是处于一个阻跌的 阻跌它的起点 不一样我画的这个起点看这个图 它的起点是在这为起点的 1.23 后面呢大概率可能还有4.5 而不是从前面画的这个地方为起点 是吧 那末期的话 大家现在都跌完了 再跌个10多天或5、6天 7、8天的 难道就不属于末期了 不能判断它是末期了吗 好了 那首先来讲我们判断二浪又判断末期 末期是一个一片的策略对吧 这段时间可能都属于末期 我中文写这个 五行的策略的 意义是在于什么 在于我们在于末期的判断 需要一个定点 末期是一片的策略 我们需要一个定点策略 但是目前来讲 定点是没有的呀 并且目前的定点来讲 就是下周的下半周之前到现在 差不多 我昨天说的 就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没有的呀 没有人要去观望呗 暴女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没有 一周以后再说呗 那说的到目前来讲 对于目前的现在的房子说的不够明白吗 不够清楚吗 不够简单暴力直接吗 这里根本就不是说 机械操不操几个问题 这里是没有结果你平衡怎么吵 我就问大家就这里没有结果你平衡怎么吵 好吧 是你一个观念 全力建议老师在找个人对的挺好玩的 看热闹的这些事儿大是吧 看热闹的这些事儿大 看热闹的这些事儿大 一半点小时见一身雪 我是等有钱了咱算不算什么好呢 这话从今天有问题吗 等我这么多年了 现在都有情感了 你能听得见就行呗 是吧 有回音 走吧 我先去换个话筒 这是麦当 换完了我告诉你吗 如果他还有回音 那就不是话筒的问题 可能是笔记本的问题 点流程自自自的 我就点流程自做个占好不好 一到夏天就发现了就 就嗷嗷嗷嗷嗷了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